好 我們談談蘋果 昨晚其實又創過新高的 不過消息其實我覺得是兩方面的 我先說利好的 其實美國法院就之前判決了 蘋果是要在12月9日之前 開放App Store的外部支付的 不過現在上訴法院就說可以推遲的 另外就是有一個知名的 蘋果分析師 郭明琦 他就說到蘋果第二代AR那個頭戴設備 已經在研發當中 2024年發佈的 這兩個消息都是利好蘋果股份的股價 不過你説的就是講到 Apple Car有幾個主要工程師就來了一職 其實現在看到蘋果就去到高位了 那你覺得那個股價能夠繼續再上 那個動力大不大呢 那我覺得基本上在中線那個角度 都會比較溫和地 是一浪高一浪這樣慢慢升上去 當然其實你見到Apple 近這半年裡面其實都會有一些溫和的correction 就是由高位這樣是回可能10% 或者最多10%幾%鬆一點 其實你見到會有的 但是每一次整括完之後都是溫和地向上 那我覺得其實那個動力都挺多的 就是如果可以繼續反覆向上 那一來其實那個Forecast PE 真心來說不算是特別貴 因為其實我們就是説如果你計算夏年的Forecast PE 大概可能都是大概25倍左右 現在OK 那還要是在現在最新一期的iPhone 它的數量是調低了 是因為芯片的情況之下 那它都有這樣的數 那如果它之後的東西是比較順暢多一點點 那其實應該會更加好 那我們都會見到其實另外在不同的 弱光的國家是有那個增長回局勢頭的趨勢 因為其實Apple就是基於中美關係相對比較差 那Apple也都失落了中國的No.1的銷售市場 在一段的時間 那但是呢 近來呢 突然間最新的一季 突然間是比較意外地彈了出來 這個打敗了是V4 這個成為了是中國 就是又是銷量第一 又重拾銷量價數的第一 那一樣都可以顯示了 就是Apple的demand來講 是會有了進一步是提溫的所謂的那個跡象 那何況就是說 其實在中長線以Apple這樣海量的資金 或者是那個技術的含律 我們都是有差不多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在中長線以Apple去到2023年 去到2025年 那雙屬於AR和這個電動車的那些 或者電動車相對的配件 軟件那些那些 都應該有一定程度的大光彩的 那如果是這樣的Cash Cloud 再加這兩樣是2022幾年的期票的期權 那就是我們可能是所謂的股票期權的 那樣之類的那樣的股份 我覺得其實很多人是回調到 都會願意買的 嗯 那譬如你看有興趣的投資者 其實需要大家等呢 還是說現水平都可以買呢 其實 其實我覺得就是股票其實很容易就是說 因為我自己主觀沒有貨的關係 所以我希望它先回調一下 那這個很多是初加的投資者 都會可能是面對個心理的問題 甚至我覺得是犯一個錯誤的這個 因為其實是股票很簡單的道理而已 你經常承認著它會回 那個原因就是純粹原來是因為 那個投資者沒有的而已 那你倒轉不如反向想回原理 如果你下面一百五十幾分有貨的時候 你就倒轉覺得股票是不會跌的 那所以我會覺得呢 其實去買賣股票本身呢 如果是純粹是去希望它升跌得來 是純粹是因為自己有貨與沒有貨 其實兩者都不是一個頗客觀的態度來的 那我覺得那個結論就是 如果你真心地不是因為純粹為搭車而搭車的 是真心地是對它有信心的 那為什麼你不願意是純粹去做呢 譬如說我現在我不理我之前是虧了張 那我現在買了一口先 那買完之後老實說 就是只有兩個結果 要是它先行調整回來 那如果調整回來的 你覺得這個不是急貼 或者自己不是買錯了的 而是真正內心地是相信這間公司的 那你媒體不是那麼高興的嗎 那你可以加碼 萬一你買了這個 一個中間位 它立刻向上夾了 那你就到時看一看有沒有嘴位 覺得沒有水位的話 就馬上就算了 那如果你繼續覺得有水位 或者貨中場市有很大的水位 那你突破了某些的阻力 再加碼 那有一個這樣的投資的分鑄的心態 我覺得總好過純粹再強調 是因為自己有沒有貨而去想它跌不跌 是可以讓我看一看 你有什麼好嗎 是的 感谢观看